其实在去年的下半年 我接获到了地方上的需求 因为在地本来北投士林科技园区 有一个中美国小的学校预定地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 目前是非常荒凉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建设 然后目前为止 本来也没有做任何的计划跟规划 那地方希望说 要在地方这片地 也不能够闲置长期的浪费 应该要有一个地方的 不论是运动场馆 或者是体育中心 就地方上认为这片土地 应该还是要能够积极的活化 以及未来如果它本来是 学校的预定地 那到底要不要先建学校 希望能够有一个体育的场馆 体育的中心 或者是运动的中心 那体育局能不能够有一个方案 体育局也提出了 说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 兴建一个是目前为止 全台湾能够成为 第一个合格国际赛事的 自由车的场馆 那我们当时也认为 非常的良好 可是后来发现 这个计划一度遇到了卡关 因为土地的使用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要兴建体育场馆 但因为它是学校用地 你都能够先盖体育场 你必须要学校跟体育场 同时兴建 因为以前曾经召监察院 有意见过 所以必须要同时开工 可是最早教育局的回复 是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也没有确定学校 所以就驳回了这个主张 驳回了这个可行的方案 那么另外还有两个可行的方案 就是都市计划变更 那我们就把学校用地变更 变更成为 比如说体育的 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使用 所以教育局呢 就是请体育局来执行 都市计划变更 但体育局觉得 期待难行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把这个场馆 委托给其他已经存在的 学校的学校来做管理 那这样子就不用 再新盖一间学校 所以体育局也提出这个建议 可不可以用这个方式呢 教育局说 自爱难行 所以跟市长报告 目前为止三种方案 第一种呢 是单纯的 驳回研议 另外这两种呢 比较细部的执行 都相对困难 所以我认为 比较良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我们还是应该 回归到第一个方案 所以我们在上周 也已经请了教育局 跟体育局的相关官员呢 共同来开了一个 简单的协调会 这很简单 因为如果我们当初认为说 还是必须要有学校 同时才能够 新建这体育场馆 那么就应该要 持续地往 新建学校 恢复校舍 同时新建体育场馆 让这体育场馆 以多目标为使用 才能够既符合法规 也能够符合 在地的一个规划 这呢就是体育局 所初步给我们的一张图表 就是未来的校舍 或者它的自由车竞赛馆 以及它可能 自由车的竞赛馆 未来也会有多功能的教室 甚至可能会有健身房 或者未来如果在地 还有盘点一些 基本设服的需求 只要空间足够 都可以在里面 新建跟落成 所以前一阵子 那我们请教育局 跟体育局 共同来协调 那教育局呢 也认为说 这个方式应该可以 因为相较其他 前两个方式比较困难 第一个方式比较容易 虽然真正新建完成后 也大概已经是 六七年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教育局也同意 应可以由多目标的方式 来共同新建 一个自由车的竞赛馆 只不过当时 会议协调有一个淡书 这个淡书就是 需要市长支持 就是只要市长支持 那么教育局跟体育局 就能够完全合作 来在我们州美地区 目前的这块用地 来兴建自由车的竞赛场馆 第一个我们当然就来问 是否能够请市长 能够来同意 并且支持这个案子 然后我们是以多目标的 使用兴建学校 来作为整个自由场馆的兴建 第三 确定了之后 希望体育局 教育局能够在四月底之前 把相关的规划 然后来提供给我 然后我们也能够跟地方 好好地来做说明 未来这边就不再会是荒凉一片 已经有一个具体的场馆 能够逐渐兴建 来带动地方的相关活化 我可以请林哲宏副秘书长 来统筹教育局体育局这边 因为都是属于林富蜜这边 所业管的单位 我想由辅迹 这边我们当 富蜜当PM 我们一个月内 严理一个方案出来 来跟医院回报